各位朋友 最近有看奥运会的 请举个手 吕小军的问题让人心潮困盘 苏秉天9秒83 震惊中外 而我自己就像是一颗白菜 唉 还是需要运动来招待招待 那么今天呢 我就来试玩试玩 Switch上面的几款 跟健身相关的游戏 比如说 健身玩 好好好 有氧拳击 哎呀 我感觉脚到这里已经尬起来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那好吧 之前真的是胖到 去医院体检 以及说我是轻度肥胖了 医生都说 你看着不胖呀 但为什么你的脂肪含量那么高 所以我才开始努力的健身 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之前的样子 这是我现在的样子 我觉得这里面的人物 真的都是阴间射击 一来就这么狠了 这是我的死穴 我真的推不动 换一个轻松点的吧 这种轻松的动作 就让它损失不了多少血 朋友们我现在已经累得不行了 浑身都已经热起来 我每次做这个动作 我都觉得自己是哪吒 拿着那个乾坤圈 我觉得健身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它会有很多针对不同部位的训练 健身环可以让人坚持下来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胜负欲 因为真的很想把这个人给干掉 有道理 来一个转转手臂 朋友们一起来流汗呀 放下来 看看 现在还差一点点 我还得再来一轮 这是我最爱的动作之一 在你很累的时候可以坐下来 当做休息 天哪 我居然只运动10分钟 消耗33000卡 接下来就来玩第二个游戏 是什么呢 对你们已经看到了 武力全开 我真的是一个舞蹈垃圾 所以我跳的难看 请原谅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为什么我要笑场呢 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录了 刚刚那一遍我的阿六过热了 我没有看到 所以我根本就没拍到 每次跳舞的时候 都觉得我是个智障 我怎么觉得我刚刚同手同脚了呀 每次玩 《无力全开》 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手脚不协调的人 为什么别人可以跳那么好看呢 你看看 这是毛小童跳的 接下来我们来玩第三个游戏 这个有氧拳击 这个游戏呢 我刚买没有多久 所以也没有玩多少次 因为真的太累了 我很少玩它 每次打完了以后 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洗了澡一样 而且整个手臂都提不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反正一会我的动作 肯定会比刚刚的那个 《无力全开》更加的搞笑 根本找不到什么时候 是出拳的节奏 主要是我的重心 好像每次都跟它有点反 只要每次是那种连着要打的 然后我打完了以后 整个人的重心就会跑掉 这个重心真的好难把控 居然还有两颗星 后面有好几次 我都没有看到它 后面又出来了 我根本就没有打 但这个真的很累 就是你全身都是紧张的 整个人从你的手臂 肩膀 到你的腿都是紧张的 这个美女一直在讲话 这个让我无法专心 短短十分钟 我感觉像是过去了一年 她说我开始跟上节奏了呢 结果根本就没有跟上 我们现在就来 今天的最后一个游戏 它呢 其实略微有一点点鸡肋 但是呢 它是免费的 免费的 要啥自行车 来吧 开干 这个游戏呢 非常的无聊 就是你用这两个 就要一个代替跳绳 然后你在家里面跳绳 你每跳一下 它上面就会记录一下 你们看 这本来就是代替那个 无绳跳绳 达成今天的100个目标 我觉得就是用无绳跳绳 或者是这个游戏啊 你跳1000个 跟你在用真正的跳绳 跳的可能两三百个的 那个量差不多 我觉得这几款游戏 我自己的话玩的最多的 其实是健身环 因为它的那个冒险模式 会有一种让我觉得 是打怪升级的感觉 你看我一动它就开始跳 我先把这个东西放下吧 就后面一直都在 然后第二个 武力全开 真的非常适合 家里面有客人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玩 就是你就会在其中找到一点点的自信 你觉得 哎呀原来不是我一个人 手脚不协调呀 有氧拳机呢 就是你真的就是它的运动量会非常大 我今天打了一下以后 你看整个手臂已经冲血了 我平时并没有这么多的肌肉量 啊还是很满意的 我也想要自己练就像奥运剑儿们的那种 哇 矫健的身体 但是我觉得哎 这一辈子应该都无法达成了吧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跳绳的这个 确实没有多么多么的 呃有意思 也没有多么多么的高级 它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帮你代替 室内的那个无绳跳绳 然后反正如果你想要日常保留 保持一点点的运动量也是可以考虑的 喜欢跳绳的朋友也是可以考虑的 其他的话 你也可以优先选择前面的另外三个游戏 真的是每天运动完了以后 整个人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我也觉得如果能够通过这些小小的游戏 然后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自己多多的运动起来 还是非常快乐的 让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有意思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评论 收藏 转发 以及关注我 那我们下周的今天再见 这里是喜欢老道的莱莎 Bye